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肉 今天喬克有事外出 今日內有外患 下有情流感 上有柯P被圍剿 我們喬克有果有名去處理一些藥師 今天不課參加我們的喬洛搖滾 吉他教室 所以為了不讓我們每週一起斷炊 這禮拜就有個單槍匹馬 來錄製這個課程 那今天我們要講解的是 有關於PowerCore的這個部分 上禮拜我們剛剛放了一個 一個小蘋果的cover改編 下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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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oパイ Yoda 一來跑 Fit Covid 上集中 下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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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с 削蘋果的這個PowerCode 它基本上我在編的時候 就是採用三種不同的刷法 那這三種刷法在Rock 在Metal的歌曲裡面 比較Heavy一點的歌裡面是非常常用的 所以我想就可以趁這個機會 也順便跟大家介紹一下這三種刷法這樣子 在講這個刷法之前呢 首先我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的這一首歌我是彈的 是Fmike 就是F小調 那F小調的話 我是有經過高選的 一開始我先把所有的選 六根選 從第一選到第六選 全部都調降全音 都調降一個全音 也就是說 Mela Resulti Mi 我把它調成了 Re So Do Fa La Re 全部都調降全音之後呢 我再drop 第六選 我再drop一個全音到C 第六選 剛剛挑完是D 我再drop到C 這樣子 會用到這個drop到C 是因為 我訂在這個Fmike的時候 它最低的那個power code 需要刷到C 這個C5 這個和弦 所以如果我不drop的話 我就勢必我要彈高八度嘛 這樣會比較不好聽 所以呢 我們就 就在把它調低到 第六選 再把它調低到C 這個音 這樣子 就會變成一個drop C 那 也因為這個drop C 所以我們這個power code的按法不太一樣 好比像F 第六選的開發音是C C D E F 所以第六選的第五格 就是F這個音 那F5的和弦 以往我們在按的話 它可能就是 就是 第六選的第五格 加上第五選的第七格嘛 我這樣按 我會用這個 中指或名字去按 第五選的第七格 可是因為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drop了 我們第六選已經有 調低了 所以你要刷power code的時候 就 就只要一根獅子 來彈 第六選的第五格 跟第五選的 第五格就可以了 所以F5的這個power code 就會變成是這樣子 就變這樣按 就很方便啦 因為我要彈的時候 比較一根獅子 對不對 但是很多人可能會誤會說 Drop D或Drop C 這種 調選法是為了方便彈 其實並不是 這個 或者這樣調選法 我想最主要還是 基於可能你在定調的時候 你對於低音的需求 那也因為 Drop到D了 抓不到吸熱還不夠用 所以才會有所謂的什麼 七弦曲 七弦琴 七弦琴 或八弦琴 九弦琴 這樣子 的電吉他問詩嘛 因為 我們總共想要嘗試 更低的音域 或者是有時候可能 這首歌它在 這個地方的power code 它很容易可以發揮出 它很獨特的痛 這樣子 有時候當然也是因為主唱唱不上去 那你要再降Key的話 就會變成你的power code 又要刷高拔度又不好聽 這樣子 所以這題外話好 然後 我們的第一 第一種刷法就是很 很傳統的 蹦蹦恰蹦 我們之前在節目 在前面的課程也有介紹過的 那蹦蹦恰蹦 就是 在我們點擊它上面 我們就是 悶悶放悶 比如說F5這個和弦 然後 熊悶麵放 阿 請 performance 那如果比例快的捷 比較一般速度都是 門門放的 那我們在小蘋果這首歌裡面 開頭還有前半部的主歌 我們都是用門門放門的節奏 sole 的節奏 來彈powercore 然後在彈這個地方的時候 有可能特別注意一下兩個要領 就是拍子一定要對到 就是要對準這樣子 這個在Sfako來說是非常基本的 可是事實上還是有很多吉他手沒有做得很好 拍子一定要非常的準確 Bass手常常會說 最好是讓Bass的音被包在鼓裡面 因為這樣子可以 可以讓他的節奏的那個點會非常的明顯 那其實對吉他手也是一樣 你可以盡量的去貼起那個標準線的話 把音包在裡面的話 對於這個Powercore能不能夠產生節奏的 強烈的節奏感也是有非常大的影響 所以拍子一定要彈得很準 然後第二點就是輕重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我們也有講過就是 門門放門的放是要稍微重一點的 那就是在那個放的那一下的時候呢 去運用你的手腕 稍微出多一點力這樣子 就不要讓他是那種很平平這樣子 這樣子就比較沒有輕重音嘛 來第三 就是在放的那一下 我會用在從這個 主歌的後半部開始 大家就會很明顯的感受到 鼓的節奏有一些變化比較快一點 那Powercore的刷法當然也要跟著鼓去做一些變化 悶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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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從這個副歌開始 漫長如火小小蘋果 這個地方開始 那這個地方開始的節奏呢 當然鼓上面也是會有一些變化 Bass上面有一些變化 那Powcore當然也需要去搭配這樣子節奏的一個變化 那其實你看一首歌 節奏有一些變化的話 它的那個豐富性跟層次感就可以呈現出來 那這個地方我們用的是一個跑馬的節奏 它的拍子的組合是 放門門 好 那彈起來的話就會是這個樣子 那通常如果是我的彈奏習慣的話 我會習慣是 放的時候是下刷 悶悶的時候是下上 所以我的彈的順序會是 下下上下下下上下下下上下下上 這樣子 然後如果你想要給它多一點不太一樣的 感覺的話呢 像我在彈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會 在放的那個拍子呢 我會 壓 我的左手會壓旋 然後 如果在悶的時候 我的左手是 也是輕輕的 悶住而已 就是沒有壓下去 會變成是這個樣子 這是壓下去嗎 這是 輕輕的碰到的樣子 所以你就會聽到一些比較好像有點特別的聲響 不太像是 一般如果 我沒有做這個放的動作聽起來是這樣子 那我如果我有做這個放的動作就會變成這樣子 就多一個 這種聲音出來 那 這個當然是看你要不要這樣子用 也可用也可不用這個是個人的選擇的自由這樣子 那在彈這個 跑馬的這個節奏的時候 重點就是在於 第一 第一個 不管是正拍或反拍的第一個 放 要比較重 那 門門檔就是比較輕嘛 這個對比要出來 節奏感才會成立 如果你 都很弱 或都很重 都 沒有跑馬的感覺 就是輕重要出來 才會有 跑馬的感覺出來 這樣子 OK 那 以上呢大概就是 我們這個削蘋果的 三種節奏 如果你是對於 拋扣的 節奏 還沒有練習很多 的 的吉他手 相信 你花一些時間在練習 這些東西上面 對你的 跑空的進步很有幫助 好 那 我們今天的課呢 就講解到這邊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一樣 歡迎隨時Email給我 到Gmail.com 那我們 喬洛 要滾一下教師 我們下禮拜再見 謝謝 掰掰 我們下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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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爹 笑了露火 笑啊 笑蘋果 笑了蘋果 笑不了心裡 或小時候 我要聽過 老師這樣說 一天你蘋果不是願意我 笑完蘋果 我家在告知我 讀他幾位說明蘋果屬於我 別以為幾顆蘋果 就能收買我 我的日子又我決定怎麼過 白香怒火 笑啊 笑蘋果 笑了蘋果 笑不了心裡 或小時候 我要聽過 老師這樣說 一天你蘋果不是願意我 笑完蘋果 我家在告知我 讀他幾位說明蘋果屬於我 別以為幾顆蘋果 就能收買我 我的日子又我決定怎麼過